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质清冷 我观深邃 是直可远观的女神范 在美貌之下藏着的同样是硬骨头 不低头 不妥协 不信命 忠于自己 今年54岁的少美琪 她的前半生足够精彩了 跌宕起伏 由三段无解而终的恋情 其中两次被小三插足 35年演艺生涯 攀上过事业的高峰也摔下来过 最后一切看开云淡风轻 偏执的选择一个人生活着 不再挫富痴心 亦不再结婚 1965年 少美琪出生在香港 作为家中独女 少美琪却并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相反的 她从小就被迫着早早成熟和独立 因为父母上班无暇照看 所以少美琪只得长期被寄养在他人家 这段经历让她变得有些内向和孤僻 1984年 19岁的少美琪在一家诊所做护工 准备着去报考医学院 机缘巧合 她陪着一位朋友去TVB议员训练班面试 结果我不说你也能猜到吧 那位朋友落选 倒是陪同的少美琪被意外选中 类似的桥段在当时的香港演义圈简直太多了 像是剧本写好的 少美琪顺利进入无限第二期议员训练班 和邓翠文 李美贤 郭富城等人是同期学员 培训期间 少美琪的第一张触电是在张学友《轻抚你的脸》的MV里 之后就是一段时间的龙套生活 在古装剧里演丫鬟之类的小配角 1985年 少美琪在电视剧《皇上保重》中饰演了香菲一绝 虽说这个角色红颜薄命 早早领了盒饭 但是却让人记住了少美琪这个演员 她的古装扮相也广受好评 也正是在这一年 她开始和TVB的金牌兼制的西齐义谈恋爱 事业爱情两开花 也多亏了西齐义的提携和关照 少美琪接下去的路走得很顺 1986年 21岁的少美琪在梁朝伟版的《倚天屠龙记》中 饰演小赵 剧中还有另外两大美女 李美贤饰演赵敏 邓翠文饰演周芷若 少美琪与她们相比 气场上不落下风 修眉端鼻的少美琪很好地还原了小赵昏雪的身份 有几分抑郁风情 按照金庸书中的描述 鼻子较长女为高 肤色齐白 眼中隐隐有海水之蓝意 和少美琪简直太像了 很多年后 少美琪饰演的小赵仍被评为最美小赵 后来 少美琪又接连演了几部古装剧 1987年《银马江湖》中的柳宁基 虽是个弱女子 却也能够独自闯荡江湖 1988年《天狼节》中《月宝宝主之女》下纸巾 这是少美琪第一次作为女主角的剧 演练了古装剧 少美琪决定拓宽自己的戏路 1989年 少美琪毅然剪掉了一头长发 换了一个干练的短发发型 江湖侠女顺时变身都市女郎 她也开始转型TVB的现代剧 1989年 少美琪在《易不容情》中 饰演医学院的高材生赵嘉敏 算是充实老本行 她爱上了渣男丁有康 最终还惨遭毒手 一头翘里短发的少美琪 征服了万千观众 也算是崭露头角 这部剧也是她和温兆伦 这对经典CP的第一次合作 第二年 少美琪和温兆伦 又在电视剧《五本善良》中二度合作 就在少美琪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她和七齐一的感情却出现危机 相恋了六年 结果在1991年两人分手了 原因是两人聚少离多 觉得感情日渐冷淡 所以为了双方好 还是选择了段 分手后的少美琪 一门心思全扑在了事业上 完全是拼了命的架势 1989年到1994年 是少美琪最忙碌的时期 也正是她一步步迈上事业巅峰的时期 最疯狂时 她一年会拍摄200多集电视剧 十几天睡不了一个整觉 1989年到1994年 是少美琪最忙碌的时期 也正是她一步步迈上事业巅峰的时期 最疯狂时 她一年会拍摄200多集电视剧 十几天睡不了一个整觉 《今生无悔》中 少美琪 黎明 周海妹 温兆伦四人 上演了一出复杂的感情大戏 剪不断 理还乱 第三类法庭中 少美琪饰演韦海怡 披肩长发搭配贝雷帽 肤白如雪 红唇撩人 韦海怡这个角色 算是少美琪演艺生涯的 颜值巅峰 留下了经典的荧幕形象 也可以说是演技巅峰 但是 少美琪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终于还是压垮了身子 1994年 在拍完第三类法庭后 少美琪得了肝病 之后 每况愈下 肺积水和肢气管炎等病 也接踵而来 少美琪不得不停工 在医院待上一段时间 因为身体原因无戏可拍 少美琪还与经纪人之间 闹了一些矛盾 甚至还扬言要雪藏少美琪 这是一出真正的内忧外患 在少美琪养病期间 外面的世界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陈慧山 郭可颖 蔡绍芬等新人 开始崛起 他们逐渐开始成为TVB新的门面 而曾经的当家花旦 少美琪 一位新人排挤到了二线 带到少美琪大病出狱 决心重振旗鼓 重新回归TVB的时候 才发现已然换了天地 那不再是他少美琪的TVB了 在少美琪生病住院前 他也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恋情 在和气息一分手后的第二年 1992年 少美琪和郑一线在拍摄 九反威龙时依稀生情 结果真的在一起了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对姐弟恋 因为女强男弱 少美琪正值事业巅峰 郑一剑只是一个新人 少美琪自然不听外界的流言蜚语 他说 一旦爱上 就会奋不顾身的付出 郑一剑也说过 与少美琪过的每一天 都是情人节 后来 就像上面所说的 两人的地位开始呼唤 生病让少美琪开始走下坡路 而郑一剑 却如鱼得睡 凭借两部现象级的作品 《风云》和《古惑仔》 郑一剑迅速苍红 影视歌三期发展 两人的感情还是很稳定 直到1999年发生的 双戚夺面事件 郑一剑被粉丝称为一面 双戚指的是少美琪和梁勇琪 梁勇琪被指小三 两人在郑一剑家中密会 据传梁勇琪事先打电话 通知了记者 故意让他们拍到 自己和郑一剑在一起的照片 至于原因 就众说纷纭了 双戚夺面后 少美琪和郑一剑离婚了 此时的少美琪已经34岁了 郑一剑和梁勇琪后来也没有在一起 2013年 郑一剑和孟家慧结婚了 得知此时的少美琪 还特地送上祝福 祝福他们幸福快乐 在和郑一剑分手后 幸得既其义的重用 少美琪才得意 在TVB一直有戏可拍 当年他在筹备金之玉孽时 原本是把如飞一绝留给了少美琪 但是因档期冲突 最终由邓翠文来演 从如我们所知 金之玉孽大获成功 少美琪错过了 或许也是造化弄人 2000年 少美琪在《妙兽人心2》 饰演妇科大夫安生 恍惚间仿佛梦回当年 《火舞黄沙》中 他饰演一片深情的朗月 《珠光宝器》中 少美琪饰演康家大姐 康雅岩 不惜为爱牺牲自我 不过 在拍摄《机动部队》的时候 少美琪认识了 比自己小10岁的演员 施祖男 43岁的少美琪开始了第三段恋情 2010年 少美琪开始转战内地 他出演了许多电视剧 有《公所心域》里的梁飞 有《赏金猎人》里的《二夫人》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第三段恋情 最后还是暗淡收场 原因和上一段恋情一样 小三插足 男方在外偷吃 2017年 少美琪重回TVB 在台庆剧《夸时代》中 饰演女高层 包美娜 如今已经55岁的少美琪 慢慢退居娱乐圈二三线 在一些影视剧出演一些配角 他最近的一部作品 是去年的电视剧 《街坊财神》 据说还会加盟 杜吉峰导演的《黑社卫三》 但迟迟未见动静 在《三段恋情》过后 少美琪选择了一个人活 他在后来 也接连聚接了许多追求者 其中不乏一些大富豪 少美琪并不缺钱 因为早年投资美容院 早就攒下一辈子 也用不完的钱 拍戏也只是出于热爱 现在 他将生活重心 转移到了家庭 陪伴着自己 年迈的母亲 大半辈子 起起伏伏 看待人情冷暖 感叹 情难持久 如今的少美琪 一个人 也可以很幸福 继续 等会 温暖 落 各